歡迎收看高雄現場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樊飛 讓我們用高雄人的角度來看台灣的公共議題 那最近期經的話題度是非常夯 尤其最近我們觀光局有大港 灣區大港期經領航計畫獲得中央補助4.9億元 那接著還有一些旗後市場換新裝 還有期經風箏節等等 那期經好像不再只是過去我們認為是來玩水的一個小島 那期經其實還有很多的潛力還有魅力 那我們應該如何發揮這座小島的價值呢 我們今天邀請幾位來賓來跟我們討論這個話題 首先我們歡迎高雄市觀光局副局長孫春良副作 副作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政府觀光局副局長孫春良 好歡迎副作接下來我們歡迎 旗後商圈發展協會理事長陳玉宏理事長 理事長好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好 我是高雄市旗後商圈發展協會理事長陳玉宏 好接著我們歡迎數得科大休閒與觀光管理系的助理教授楊志忠教授好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好 我是來自數得科技大學休閒與觀管理系的楊志忠助理教授 好很高興今天邀請到幾位來賓 那我們在進入今天的討論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旗津夏天的重頭戲就是我們的旗津風箏節 請看VCR 在旗津的沙灘上出現了超大型的高雄雄風箏非常搶眼 一旁還有多種海洋生物讓旗津天空變成了夢幻的水世界 佛光山的降龍燈也首次獻身奇蹟遊客看來都覺得好新奇 應該說搭船來的時候其實遠遠就有看到 對那其實來的時候還蠻覺得蠻開心的 對因為剛剛他們還沒弄好的時候其實就看不到東西 對啊可是一開始在弄的時候其實還蠻漂亮的 有點期待他趕快飛起來 剛好來高雄 對啊想說來參加 其他的 嗯期待其他他飛起來 高雄市長陳其邁身穿休閒襯衫化身海灘行男 和現場貴賓共同推薦奇襟在地美食 大小朋友盡情玩樂欣賞奇襟美麗的沙灘海景 品嘗在地的海產小吃 烤魷魚 烤魷魚對不對 來這邊你不吃烤魷魚 那不然你來起床對吧 還有呢還有什麼 番茄切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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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厲害厲害 這個一定是來過奇襟的 到我們奇襟多享用 我們這裡的很多的冰品 我由剛剛來其實有吃海鮮 那覺得其實它的蝦子很好吃 對啊滿大隻的 陳其邁市長還和高雄全家海神啦啦隊女孩 共同示範多款風箏拍照Pose 奇襟風箏節成為全台最大的攝影棚 怎麼拍都美 陳市長也推進遊客欣賞完風箏之後 也可以到奇襟其他人文自然美景意猶 彩虹隧道啦人比較少過去然後這個看海底港口對不對 奇襟都是人山人海 然後搭輕軌然後坐渡輪過來 那慢火不要趕時間 那個最美麗的沙灘 然後也是最好吃的也都集中在我們奇襟 奇襟風箏節每年都受到民眾好評 今年只有兩個週休假日舉辦 民眾搭捷運或輕軌轉秤都輪 就可以輕鬆遊奇襟 避免塞車之苦 也要注意防曬和多喝水 耶 我們陳也從剛剛VCR看到我們風箏節開始的那天 市長還特別穿上了花襯衫來跟我們參加這個活動 那先請問步驟 因為奇襟風箏節除了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樣有各式各樣的漂亮風箏之外 它大概還有哪些活動內容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喔 事實上 風箏節只是吸引遊客到奇襟來的一個手段 那我們剛才看到很多遊客在那邊 引頸期盼那個風箏趕快飛起來 那事實上那一天我們也蠻緊張啦 因為風箏 放風箏這件事情事實上是靠天吃飯 天時地地的 剛剛在聊天的時候 育王理事長也有講 事實上在去年辦風箏節的時候 剛好也遇到一些大雨 所以會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我們除了白天放風箏之外 我們還有結合商圈有一些趣味性的活動 也可以去探索我們這些商圈的商家 都很有特色 那另外我們在晚上的時候 也會在這個沙丹這邊 有一些活舞的一些表演 那我們大概就是著重在白天看風箏 然後小朋友 從去年開始我們也加強了親子這一塊的市場 就是我們有這個氣墊水樂園 那去年天氣好像沒有今年這麼熱 所以好像從下午一兩點開始 天氣很熱的時候就有很多的家長 就帶小朋友在那邊排隊 那今年我們觀察好像是排隊的這個時間 有往後延一點 可能我覺得才是今年或許有比去年更熱一些 那氣墊水樂園從去年開始到今年我們觀察 大概對於親子的一個吸引力是非常足夠的 帶了很多的親子遊客 等一下玉宏理事長可能可以補充 他可能會認為這個水樂園的這個功能 搞不好還比放風箏還要大 那晚上或是整個遊城的安排 我們大概都希望不是只有白天到期間 事實上高雄我們都知道 白天溫度說比較高 那我們希望是傍晚然後生活到晚上這段時間 所以我們也推薦了很多 從下午開始的遊城 那一路我們也介紹到旗津燈塔 那事實上旗津燈塔經過港務局 港務公司跟土開公司的整修 事實上到現在晚上 它也是一個適合大家去那邊旅遊的景點 那市長剛剛在訪台 我看他沒有說到 事實上是 市長很重視這個旗津燈塔這個景點 因為現在在旗津本島 還有做渡輪過去的這個沿城區 市長也在做整個房屋的一個彩繪計畫 那最好的觀賞點就在我們旗津燈塔 所以旗津燈它是一個 我個人覺得是一個非常得天獨厚的一個地方 那所以我們除了辦活動之外 也有一些中長旗 那等一下可能也會談到我們一個旗津燈塔的計畫 那風箏節這個活動 我相信應該也在 南部地區 也會創造一些品牌活動的一個效果 那國防局會持續不斷 在活動的豐富度 還有一個廣度深度部分 我們會繼續的努力 然後希望大家都到旗津來看風箏 晚上看火舞 然後也到我們旗津燈塔 那特別一定要去我們的旗津商圈 然後盡情的去在那邊享用當地的一個美食 那像玉紅理事長他本身就是一個海產店的一個老闆 那在暑假的時候 那非常是從國內有很多地方來到了遊客 都可以來享用我們整個海產街 那非常豐富的料理 然後CP值超高 這是我們呼籲大家 我們明天還有一天的這個 旗津風箏節 兩天 對不起 就是禮拜六跟禮拜天 那也歡迎大家到我們旗津來 那因為剛好提到水樂園的部分 就是我們有看到什麼樣的現象 然後去針對親子客去做 調整今年的策略方向嗎 因為其實在風箏節就是 第一次結束的那個禮拜 然後看了一下交通局的數據 其實很多的親子客 他來的年齡層分布是非常平均的 而且呢 除了我們台南高雄屏東之外 第四好像是第四還是第五個族群 就是來自新北市的遊客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很適合親子的活動 那我們有特別是因為這樣做一些調整嗎 有 我想那個第一年的風箏節 我不知道大家沒有印象 剛好是那個韓國的偶像劇 《非常律師》 語音語律師 他就每一次劇情他想到的時候 他就出現那個金魚 所以我們前年在辦這個風箏節的時候 就引起很大的迴響 那剛才主持人提到 那這部分就是很家庭化 很適合親子的一個放風箏的活動 那也根據我們去 今年年初在辦這個黃色小鴨十週年了嘛 第二次辦黃色小鴨 那我們的統計 就是很多都是這個親子的遊客客群 那主持人說對了 除了高雄的客群之外 還有屏東台南是主力嘛 那雙北跟台中 那在我們統計裡面 都是到高雄來旅遊 很大的一個客群 那所以我們會特別在 強化在這一塊的親子旅遊 是 那理事長剛剛那個 我們副座有特別提到說 當天的盛況 你也是有目睹對不對 我們水樂園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其實那個觀眾局的風箏節 今年是邁入第三屆 正式比較大型的風箏節是去年開始 因為它前年那時候其實是黑鯊玩意節 在黑鯊玩意節在我們其實大概辦了六屆應該有 然後因為效益就越來越差嘛 所以觀眾局後來也跟我們有討論說 是不是要就是換一個活動來 做一點創新 對做一點創新這樣 然後剛好前年那次風箏節造成轟動 所以還想說去年也試辦風箏節看看 效果其實也蠻好的 然後為什麼我會說氣墊水樂園會 效果會比風箏本身更好一些 因為大概你風箏可能拍個照打個卡 就結束了嘛 可是如果你下去玩氣墊水樂園 那個時間就會拉很長 然後你拉很長你勢必會 需要用餐嘛 大人帶小孩 當然他一家人至少四口開始的話 其實他效益會比你單純風箏的話來得更大 所以我們自己開餐廳嘛 業者都反映說其實氣墊水樂園的效益 反而比風箏更好一些 對啦大家帶小朋友來會買飲料啊 買吃的啊 有些什麼泳衣忘記帶的啦 然後也會順便補充 像我自己的小孩也是 大概每一次都會去玩啊 然後一晚就是兩三個小時搭底 好險離家比較近 很近啊 然後剛好泳褲沒了 剛好又可以買 然後忘記帶那個可以換洗的衣服 旁邊都可以買很方便 所以其實他無形中帶的效益是挺大的 所以十一柱型方面在商圈都有 蠻有成效的溢柱的 對 沒錯 OK 了解 那請問一下教授啦 我們期經啊 因為比如說剛才我們提到的氣墊水樂園 然後或是風箏 那其實這樣子呢 配上藍天白雲沙灘 它是一個很美的樣子 那可是我們期經有什麼比較獨特的 嗯一些點 他在期經可以呈現得更完整嗎 就是如果說比較起其他地方的話 我想其實高市政府一直在舉辦大型的一些節慶的活動 其實從2015年的黑沙萬一節 一直到現在的期經風箏節 那這種大型的所謂的節慶活動 基本上對於維繫當地的觀光熱度 它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那期經怎麼樣的風箏節跟別的地方也有辦風箏節 那我想他們的一些差異性主要是在 其經它自然的天然的美景 尤其是我們可以看到 那風箏的背景就是所謂的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一片蔚藍的天空還有無盡的海洋 那觀賞完這些美麗風景之後呢 還可以享受當地的美食 那這種美食美景再加上當地的海岸風情 跟海洋的一些休閒活動 相輔相乘起來的話可以給旅客一個非常好的旅遊體驗 所以這是期經的風箏節跟其他地方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想這種大型的節慶活動對於地方觀光的影響 我們可以從一個簡單的例子來看 就是大概在二三十年前 一般我們吃海鮮都到臨邊吃海鮮 但是你可以看到從二十年前開始的話 大家都改成到東港去吃海鮮 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東港的黑鮪魚劑 這鮪魚劑推廣的非常成功的話 整個帶動的地方觀光的一個興起 改變的消費習慣建立的旅遊口碑 好像期經的風箏節跟別的地方 可以延續它的熱度下去來講的話 對期經在地是一定有很大的影響的 這是一個它的差異性在這邊 是那因為期經除了風箏節在不久之前 我們也有完成這個期後市場換新裝 因為期後市場大家到期經一定會看到的 就是一個很標的性的建築物 那期後市場那教授您認為 這個市場它在期經會算是一個什麼樣的定位呢 那地標型的硬體建築 其實對於這個城市的意向 跟城市的觀光景點推廣很大的幫助 我們從國內外其實很多比比街市的例子 比如說像巴黎的巴黎鐵塔 像西班牙的聖母院 甚至我們台北的101 基本上這種地標型建物的話 往往就是旅客它朝聖的景點 還有我們打卡的聖地 那期經來講的話 其實有許許多多的話 其實知名的地標在在地 那現在的話我們重新去把它 整建完成這個期後觀光市場 其實它的風貌應該還是走向一個海洋風貌 這海洋風貌的話可以讓旅客的話在在地的話 有更多的一種海洋體驗跟海洋的氛圍 那是非常好的 那此外呢 期後觀光市場有另外一個特色在 我們知道要滿足一個消費旅遊 滿足觀光客的消費的話 還有一塊就是購物 採購辦手裡這一塊 那期後觀光市場它作為一個 所謂的我們在地的一個特產的一個集合 綜合景點 其實安排在一個地方可以讓這些遊客 它一次性的滿足它的在地的購物消費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友善的一個安排 OK 那李市長 我們的期後觀光市場它跟我們其他商圈的一些 比如說我們街邊店 那他們兩個主要的定位差異是在哪裡 其實期後觀光市場在我們小時候 我們就叫海產街 現在我們一般人在稱呼海產街 就稱呼我們廟前路那一條叫海產街 可是小時候我們在地人其實叫海產街 就是講期後觀光市場 為什麼叫海產街 因為它裡面包括有餐廳 然後有一些伴手禮 所以它其實是複合式的 可是現在後來經過改建之後 它基本上市場裡面是不能明火 所以變成市場裡面 基本上都是以伴手禮為主 然後它可以明火的區域是在後面巷子那一塊 所以基本上現在裡面只有一家二姐的店 是在賣熱食的 其他都是以伴手禮為主 所以它現在的取向比較偏向說 我遊覽車進來 帶消費者進來這邊買伴手禮為主 所以它的實用性就不像以前 我們小時候那時候海產街那麼熱鬧 所以像我們店自己很多客人 他甚至不知道裡面是在幹嘛 真的喔 就變成說我們要買伴手禮要去哪裡 我們還要介紹他去 而不是說他因為這個地方 有這個期後觀光市場在這邊 他特地來 所以我是覺得有點可惜 他不像以前很多是真的專程來這邊 吃海鮮或是買伴手禮 它很多功能在裡面 對 那副作這邊有考慮就是在 在其後觀光市場這邊去做一個新的推動嗎 比如說在跟在地做一些新的銜接等等 我覺得其後觀光市場就誠如玉宏理事長講的 事實上蠻多外力客不知道 它裡面是在賣販售這些 其今當地的這些辦手禮 那因為當初市府在做整個改造的時候 它是把它當成一個複合性的商場 所以它樓下是觀光市場 可是它樓上是其今道酒店 那現在反而是其今道酒店的名氣比較大 然後其後觀光市場是蠻多外力客不知道的 那未來一定是會加強這一塊的一個宣傳 就是讓外力客多認識一下我們其後觀光市場 那另外我們觀光局現在也跟國產署 正在推動一個設定地上全 那它就在其今道酒店旁邊的這個 在停車場一直延伸到這個 其今隧道這個長條形的一個計畫 那這個應該也是等一下會談到的一個話題 如何旅遊客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等一下會一併來做一個說明 一個重點啦 那其今它其實就是一個標的的一個觀光的地區 那其實它還可以跟我們高雄其他地方做串聯 也就是我們灣區大港其今領航計畫 那這部分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來討論 老爺啊 趕緊來喔 這支滷豬腳真的是香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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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阿我讓三高吃這個很好 你不是啦 隔壁阿村有說 吃這個不能夠被年輕 還可以換到百歲 這樣真的有樣 基本上你們在外面會覺得 好像吃到豬腳會有一個Q彈的感覺 也是吃到膠原蛋白 但是脂肪含量也相對的大 肥胖疾病啦 或是說年紀比較大的長輩洗腎啊 心血管疾病問題的一些病患 那就比較不建議去攝取這樣子 豬腳這樣的食物 好像是魚肉豆腐蛋 這些都是良好的食物來源 你看 現在假消息太多 剛才沒有確定的事情 我們一定要謹慎 網路訊息三訣竅 不清晰 不轉發 要查證 歡迎回到高雄現場 那高雄其實有這個港都的稱號嘛 那除了我們剛剛聊到奇經之外 我們還有其他的水域 那這次觀光局推出的這個 灣區大港奇經領航計畫 也獲得中央的肯定 補助了4.9億元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個計畫內容有哪些呢 請看VCR 高雄近年全力拼觀光 從演唱會到夏日活動 加上高雄的山海和港資源豐富 觀光局推出灣區大港奇經領航 旗艦計畫 獲得交通部觀光署補助4.9億元 以博爾和亞灣區作為輻射點 向外擴散至奇經和愛河灣 期待打造出點線面的觀光朗袋 這次所提的灣區大港奇經領航的 旗艦計畫相當具有特色 那我們期待 那越在地越國際 可以把整個一個灣區 及其經的一個特色 能夠呈現給國際的觀光客 那交通部觀光署這邊 會全力來支持這樣的計畫 今天的觀光局非常積極的 向中央爭取相關的金塊 希望能夠來提升我們整個愛河灣 延伸到旗艦的整個風景區的 這個觀光價值 那甚至我們也會導入包括 這個性別友善 以及環保旅速的這個輔導計畫 同時我們會帶動地方的商圈 那希望能夠整體的來提升 整個旗艦的這個服務的量能 而且能夠吸引更多的這個觀光客 延長停留在高雄的旅遊的時間 計畫將從高雄的海濱小島旗艦開始 首先由杜倫站步道 齊厚山與高雄燈塔打頭鎮 預計明年底能夠完工 並且增加冰海休憩安全設施與自行車 三輪車等設備 讓來訪民眾可以安心安全的遊樂 讓其今的天然觀光價值得以發揮 希望能夠在大概三四年後 如果建設完成 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感情內容 然後其今的觀光能夠更加多發展這樣 其今每年有將近四百五十萬的觀光人潮 由於幾乎都是一日遊客來玩水 在地消費也幾乎都是小額支出 因此市府目前也正在推動 其今度假旅館開發案 希望讓更多人留宿 創造在地的消費機會 另外也以大港串河灣的方式 為高雄觀光再創突破點 好 我們剛剛從VCR看到 其實這個計畫它有分很多個部分 然後它的項目也是蠻多的 那副座現在跟我們說明一下 我們階段性的執行 大概會是什麼樣的規劃呢 好 我想 我們真的要首先非常感 高雄市有期今這個地方 我們覺得非常的驕傲 也非常的幸福 因為交通部光署有這個計畫 然後我們在討論 要提哪一個地區的時候 我們就做一些討論 然後最後是選定的期今 那果真期今也不負眾望 我上去交通部光署有兩次 那初審跟副審 這些委員對於期今 我們所提的計畫 給予非常高度的肯定 那事實上 期今從過去的一個漁村 然後它是一個 大家去捕魚的一個地方 那近年就因為發展觀光的關係 那也應該是 事實從它是一個 高雄市的一個廚房 也要進身為客廳的一個階段 所以我們這一次非常榮幸 在六個縣市裡面 我們拿的補助應該是最多的 拿到了整理3億 然後我們配合1.9億 然後我們要做的 大概就是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就是你慢慢用 理事長幫我放一下 我們第一個大概就是淡黃區 就是我們海產街過去的這個 豐收廣場 然後齊心沙灘吧 一路到這個高屋 我們的齊心隧道這一段 這一段是我們的淡黃區 大概所有的硬體的預算 大概都會砸在這裡 那另外大概就是在貝殼館 在第二個部分是在貝殼館的一個改造 事實上貝殼館那邊它的硬體 當然它已經是脫離淡黃區的 可是我們希望以後 到期間的遊客 它可以順遊到貝殼館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經費 也會把它做一個改造 然後讓遊客 除了在淡黃區之外 它也可以延伸到這邊 然後第三個部分就是 貝殼館一直在往 這個露營區的這個地方 去延伸 那這部分我們會想要用一個 低碳智慧的旅遊運具 那把整個這樣的一個旅遊動線把它串起來 所以說以後到高 到期間去旅遊 除了這個四輪電動車之外 我們希望在這個沙灘旁邊 沙灘上面我們就有一些綠色的運具 可以來做一個運用 那那個運用理事長拿這個 就是我們的一個 再強調一下 我們也希望到期間之後 不是只有白天 然後晚上我們希望是月夜 期間是月夜越美麗 所以我們這一次有幾個 標的性的建築物 我們都把它強調在 夜間氛圍的一個營造 這個我現在拿的這一張就是 這個期間沙灘壩 如果各位有到期間去的 就剛才市長的那段VCR裡面 它所在的位置就是沙灘壩的位置 那個沙灘壩它現在是應該呈現一個 比較老舊 雖然它很有Feel 事實上很多的我們外國人 大概周五好像今天晚上 或是到明天傍晚的時候 外國的很多遊客都會到那邊聚集 他們也會辦一些這個 像DJ之夜的活動 那我們會把它做一個整體的改造 然後加強夜間的照明 讓它更適合停留在期間 那除了硬體之外 我們也除了硬體 還有剛才我說的會有一些智慧旅遊 還有我們有說要去彩繪整個渡輪 的外觀之外 那我們也有在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也會拿到一些活動的預算 那我們期間已經要走向國際 我覺得期間現在去 雖然大家覺得期間的這個點是很適合旅遊 可是問題是我們秩序高雄 未來是一個國際的一個旅遊大都會 那我們希望期間未來是要當我們客廳 是一個門面 所以我們希望把整體的一個 硬體環境多做一個改造 那改造完之後我們就要來辦一個 亞灣雙年展 我們希望可以有一些國際的藝術家 或是一些活動 可以提升期間整體知名度的 我們可以到期間來辦一些藝術展 讓期間變成一個 我們每兩年 我們就辦一次這樣類似的國際的大展 讓期間來整個帶動我們高雄市的一個整體的觀光 也是感覺是一個很特別的場域 有沒有辦一些國際電影街 類似像這樣 而且這些場域都已經經過我們改造 那我們就要把這些場域充分的利用 透過藝術或是活動的一個展演 然後讓它來帶動整個高雄的觀光 那教授你覺得呢 剛剛我們聽了這些計畫的內容之後 你覺得我們還有沒有 在這樣子的計畫基礎上 我們可以做哪一些細部的建議嗎 高雄的話比較起其他城市來講 它的得天獨厚的地方 我們常講說有 山、河、湖、海、港 其實還有一項叫島 對 那因為其實六都裡面目前的話 只有我們高雄有所謂這種 島嶼的這種遊戲的方式 那這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旅遊資源 但是島嶼觀光的話有一個重點在 就是在於它的交通的問題 那現在我看現在不錯 現在渡輪來講的話 已經到晚上兩點 以前的話常常會找 以前常常有一個困擾點 就是說吃完海鮮趕快要走 那最後一班船趕不上 現在看起來是蠻好的 就是可以到兩點的話 可以讓大家可以再慢慢的 在啟金的街上來講 再多待一會兒 但是我想說 那在硬體的部分來講 我覺得有一個思維在於 就是交通來的問題 我們到啟金大概就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我們通常就是 坐渡輪過來 年輕人可能就騎摩托車一起過來了 第二個就是我們從過港隧道開車過來 那如果我們先講 外地遊客如果今天坐渡輪過來 他可以在老街甚至在燈塔 用行走的方式去旅遊這些地方 但是如果要串聯其他各景點的時候 他交通就會有一個 產生出來一個需求了 這需求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他的移動部分的載具的部分 那剛才我們複座也有提到 那可能我們在對於載具的提升部分 不管是智能載具 或者說減碳載具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設置 所以未來是不是有可能 可以多建置一些 所謂像U-bike這些的 甚至電動的機車的租售等等的 那更甚至來講的話 如果達到一定的觀光規模的話 有沒有可能 所謂的水遭水停的這種 Shadow Bus 讓這些旅客可以更方便的 在各個景點的串聯 那我相信他多有幾個景點來講 他會在騎行待的時間會更久 那至於自駕的部分來講 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停車的問題 那這一塊其實我 當然我們不鼓勵啦 因為畢竟騎行不是很大 那只有1.5平方公里不到的一個小地方 那如果過多的車進來的話 其實也會造成當地交通的一個問題在 我想多多鼓勵所謂的這種所謂的智能用具 智能載具或是這個共用大眾捷運系統來講 未來來講可能對騎行這邊來講更有幫助 所以我剛剛所提到的在硬體部分 能夠多建置一些所謂的U-bike 或是有共用的載具大眾交通工具 那至於停車部分來講 剛剛我們有提到 有關停車場的建置 能夠更友善的讓這些觀光客 能夠安心在這邊旅遊 我想這是一個硬體的部分 那至於軟體的部分來講 因為其今有它的文化背景在 所以我們大家都知道 因為其今是漢人的話 這個來到高雄最早的地方 在17世紀初就已經來了 所以的話一直延續到現在的話 有許多所謂的漁村文化的一些文化的背景 我想當地期老有許許多多的故事 跟歷史的古蹟的話 歷史的痕跡在那個地方 那是不是未來對於這些在地的文化的推廣 可以的話再著重一下 比如說我知道最近 在這兩年比較紅的是三金屋 做的魚棋 那我覺得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對外地觀光客來做推廣的時候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一個文化特色的東西 那未來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再多 更多這種文化方面的推廣 那剛剛我們聊到很多都是關於未來的計畫 我們其今其實有很多的潛力 那雖然我們在談未來 但是其實在這段時間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推進 想要留住我們所謂的這些一日課啦 看他們能不能多待長一點 甚至待到隔夜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休息一下 先進一段廣告 小小神廚體驗營 小小店長體驗營 老婆老婆你看 幹嘛 你又在亂買東西了齁 不是啦 暑假就快到了 不能讓阿寶一直閒在家裡打電動 你看 這個臉書上面就可以報名這麼多營隊 阿寶整個暑假都很充實欸 欸 這麼好康我怎麼不知道啊 唉呦老公 這種一夜市的廣告 要小心它可能是詐騙喔 你看它這邊根本沒有官方認證的藍勾勾 還有如果發文歷史很短的網頁 就要特別小心 好現在其實網路上或社群媒體 真的是朋友轉傳的訊息很多 那很多是沒有經過查證 其實台灣有很多的事實查的機構 所以你可能也就要去看一下 做一個比較聰明的閱聽人 記得喔 訊息連結不亂點 小心求證最安全 好歡迎回到高雄現場 那我們剛剛談到很多計畫的部分 如果我們想要留住遊客的話 除了我們加寬這些我們現有的硬體軟硬體設施之外 再來就是把我們的旅遊部分加深 那關於這部分我們先來看一下VCR 一字排開的布景 要歐式或田園風統統都有 這裡是貝殼館附近的布景點 是旗津六月底剛開放的最新拍照打卡點 旗津可說是高雄的必彩觀光景點 今年卯足全力充實軟硬體 有四月完工的彩繪屋 翻修後的旗後燈塔 7月20號的旗津風箏節等等 希望抓緊夏天衝刺觀光潮 來旗津晚把錢放在旗津 然後把自己快樂的回憶 帶回我們自己的溫暖的家 根據統計 旗津每年有450萬的旅遊人次 因為旗津是海濱小島 加上交通相較其他離島或墾丁 是更為便利 因此吸引不少人前來觀光 海岸公園BOT案的成租業者也說明 當初就是看中旗津的美麗特點而進駐 從一片空曠草地打造出一棟海岸俱樂部 像類似在國外的一個海邊餐廳 開咖啡廳這樣的設計 來高雄的一些遊客 都會來旗津 算是一個必來的一個打卡的一個點 旅遊的客人覺得很放鬆 然後可以吃吃東西喝咖啡 然後看看海 這也是很不錯的選擇 從桃園中立啊 桃園中立過來 就想說 就來到高雄就來這邊走一走 然後等一下要去市區 好玩但很熱 可以看看海景吃吃海鮮這樣 就一個小島的感覺 就很像小流球那個樣子 對 然後其他的海岸線 可能就是一個區域 有海可以下海這樣 但是旗津是 感覺到處都可以下去的那種感覺 就是整體都營造一個很 很放鬆的感覺 不論是從桃園或是台北來的遊客 都認同旗津是一個不錯的觀光景點 不過區長也表示 遊客到旗津 時常都是一日遊 或只是來玩水踏浪就離開 加上街邊小吃等消費都屬於小額支出 期盼市府相關局處 可以在增強旅宿業等方面 讓旗津的經濟效益可以顯著提升 如果有持平450萬 其實我就很滿意了 那最多就是來旗津的時候 我們因為那個景點 還有設施都有所進步跟改善 希望可以留在旗津久一點 旗津多年來發展觀光產業 不過在疫情期間是頗受影響 如今商機漸漸好轉 希望可以透過一波波的觀光活動 讓旗津發揮更大的魅力 我們從剛剛VCR可以看到 旗津最近其實做了很多的翻新 那附座跟我們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之前會認為說旗津 我不知道別人是怎麼想要 但我自己小時候 因為在地高雄人 小時候都會覺得旗津好像就是 印象是沙灘 然後就會覺得好像 就這樣 就這樣 對 但是我們最近做了很多的改變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一些新的彩繪屋 然後燈塔 那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有哪些東西嗎 好 剛剛我覺得差別最大的是整個 我們海產街的整個市容 有很大的一個轉變 那剛剛我們說的那個 旗津到酒店的旗津觀光市場 它外觀喔 就是剛今年暑假剛去完工的 那這個會變成一個 當地蠻知名的一個地標 那未來 剛剛雖然主持人有說 現在我們談了一些未來的東西 那我們的企圖不是只有性國旅 我們未來就是整個 拿到這4.9億 我們的硬體要翻新 然後活動要舉辦 像國際接軌的這些活動 讓其今要整個要做一個翻轉 那現在也有很多陸續的一些計畫 也都在完工 像這個彩繪屋的一個計畫 那剛剛拍攝很美麗的那個海之星 那個也變成一個非常多網紅跟部落客 去那邊去打卡 然後去幫我們做一個行銷的一個地方 那海之星也是這一次我們接待 加工部公公署各委員來 來簡報的一個地方 那各委員看到之後就覺得 哇他們這一次給我們這一筆經費真的是很值得 那我想 旗經它應該還是分短中長程 那我現在要補充的是 剛剛區長有談到一點 事實上 城也渡輪拜也渡輪 因為渡輪太方便了 他到那邊去 他到晚上不知道9點10點都還有渡輪 可以回到市區 所以要留在那邊過夜的確實是困難 那所以我們又 國防局這邊就是剛剛我跟主持人提到的 我們在奇心道酒店旁邊那一塊的停車場 一直延伸到隧道 這個狹長大概接近兩公頃的土地呢 我們跟國產署要合作 因為土地有60%是他們的 那我們大概在疫情前就已經說服了國產署 我們要共同開發 那這個開發一開始是鎖定履宿業 那因為經過疫情之後 然後設定的這個權力金又過高 所以我們現在在檢討 然後也把整個容許建築的一個用途 我們也泛寬 我們不只歡迎履宿業 你有很多做賣食的 做展的 或是要做紀念品的 我們都歡迎來投資 所以我們在這禮拜 我也蠻高興的 我們重新估價之後 送高雄市政府財政局的財審會也通過了 那我們馬上會來再送國產署來做一個審查 那未來這個地方我簡單講 就是說它未來會變成一個 濱海度假村的一個概念 那它有可能要賣很多的商場 有一些高單價的 或是一些比較平價的這些紀念品 或是一些演出 會在這個場域發生 所以它可能就是食宿油構型 就在這整個設定地上全裡面的廠商裡面就會完成 那未來就結合我們育宏理事長的商圈 還有這些 剛才訪談 大家都知道我覺得對我們齊金非常有信心 我們的景點真的不屬於國外 那再把這些食宿油構型完整的建置在這個齊金這個地方 因為現在目前齊金只有唯一一家販店就是那個 那個那個觀光商場上面的這個齊金道酒店而已 那未來在這個地方如果我們能夠順利招商 然後我們配合這4.9億做一個硬體的大翻修 然後把活動再把它建置進來 我相信我們齊金是 未來是非常有機會的 那理事長呢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像比如說今年4月剛階段完工的那個彩繪屋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們有去採訪 那後續民眾的留言或反應也都覺得很不錯 這是一個很新的方式 那您覺得說像這樣新的景點 最近這兩年比較密集的出現了 那你覺得觀光效益上特別有感嗎 其實帶來新的景點或是新的活動辦 其實對我們齊金在地觀光幫助都會有 只是說如何把那個遊客停留在齊金的時間拉長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因為其實剛才教授講的或是我們副作講的 有一點是說我們齊金其實最早期 是我們本土客來消費比較多 可是慢慢的本土客越來越分散或是凋零之後 現在很多國際觀光客 我們如何去吸引國際觀光客來齊金玩 因為整個台灣那麼多景點 為什麼我非要來高雄非要來齊金 你如何吸引這些國際觀光客來 這才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我們要打造我們的特色 打造我們的特色 如何打造這個特色可能就是我們商圈跟 國安局或是整個高雄市政府要去努力的地方 對 當然以前我們小時候啦 那時候還有三板船的時候 其實渡輪不是到凌晨兩點 渡輪是到12點 然後接下來凌晨的時候就是三板船借利 其實那時候我們小時候在做生意的時候是 我們下午才開始營業 然後到晚上凌晨甚至營業到凌晨都會很多客人 那時候的消費是這樣 可是現在慢慢的變成說我們的景點或是一些活動 基本上都比較適合在上午 就晚上的話它比較少活動或是景點可以去讓 遊客再去探索的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我們之後要再來努力 怎麼把這些客人留更晚一點 對 那剛剛副作也有提到的是我們有這個酒店的計畫 飯店的度假村的計畫 那因為目前規劃投入旅宿業 是一個可以留住客人 就至少能過夜嘛 我們可以把個人留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會 是因為這樣子 比如說想吸引國際客人 所以我們決定要採取新級酒店這個方式嗎 因為我們如果要住宿 我們有很多選擇嘛 比如說我們有商務旅館 本土的或是民宿 對 那您覺得是因為這樣子的考量嗎 我想那個 有說是需求創造供給啦 那現在我們期經應該是反其道而行 我們現在有一個供給來創造需求 那因為期經到酒店 它一般它還是在屬於那種一般的飯店 那我們現在這一個 設定地上權跟國產署合作的案子 我們是希望它是營造一種比較高端的感覺 就是它真的是這樣獨棟的VILA式的 就是讓我們期經的整體的質感是往上提升 很Fancy的那種 對 而不是你再過來蓋一般的飯店那種感覺 那所以就是營造那種 你要來期經度假會有一房難求的那種感覺 然後也不是只有在住宿這一塊的供給而已 剛剛 譯容理事長或是教授有講到 事實上要留客這個議題也不是光只有住宿 或是你東西好吃 那所以有一些活動 甚至一些展出 那未來都會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會再跟這些潛在廠商去好好去研究 然後讓它變成一個魚幫水水幫魚 大家因為他們來到期經 然後有這樣的一個時速 游構型的一個需求 那他們也因為因為期經的一個名氣 然後帶動很多的國內或國際的光客 尤其我覺得期經是應該是萬事俱足 像我們的郵輪也開到這邊來 事實上剛剛玉鴻理事長講到 很多國際的光客很多都是郵輪客 他因為他這個郵輪的旅客的方式 他彎靠大概是六到八個小時 那事實上從這個旅運大樓下船之後呢 他事實上很多遊客都直奔其進 到那邊去消費 所以說我們是放眼 期經他的這個地理位置條件實在太好了 所以我剛才一直講 這個期經遇到最大的優勢是 他的這個搭一趟渡輪十分鐘不到 他就到期經了 可是他也很方便他就走了 就到市區去消費了 所以說這個才是我們未來 要去一個努力的方向 就是感覺萬事俱足 直欠東風 我們還需要一股力氣把它推上去的感覺 那教授呢 那對於我們這個觀光的旅宿業相關的 有沒有還有什麼樣的建議 其實我覺得 投資旅宿來講 基本上硬體投資來講的話 他是要花一筆大的費用 所以在商業商而言 業者願意投資來講的話 如果以族草隱縫的概念的話 去說服的話 可能說服力稍微消錢不足 那最主要是想說 怎麼樣能夠讓期經他能夠先帶動起來 在剛才陳如理事長提到 我們要盡量去吸引國際觀光客這一點 那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2023年外國觀光客來台灣 我們觀光局觀光署的公告是 前十大的景點裡面的話 都在中北部 沒有一個在南部在高雄 我想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當時可能是在2023年的話 很多的航班都還沒有恢復的關係 但是很有趣的是說 在2023年的話 國人造訪最多的景點 人數最多的景點的話 是在高雄 是我們的旗三大街 對 所以這部分來講 證明一件事情說 其實觀光旅遊的消費 有時候是由內而外 所以滿足內在消費以後來講 建立了口碑以後 養成消費習慣 漸漸才能讓外國觀光客 來到這個地方 會成為它的首選之一 就是先把它抵運打得足夠 是的 所以我想說其實在 剛剛陳如我們副作說的 這個飯店的住宿 這個供需的問題 那當然你必須要 還有足夠的這種功能量能的話 業者才願意去投資 在這邊建設一些民宿 或是一些旅館這樣 是 因為期經它 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雖然說 目前很努力在建設 那我們期經其實也有很多在地的 很有深度的東西 那也是希望 國際的旅客可以來發掘 那這部分呢 我們待會兒來討論 先進一段廣告休息一下 大家好 我是媒體試讀大使小家 在資訊傳播速度飛快的年代 每天收到的訊息真真假假 讓人實在摸不清頭緒 尤其很多來路不明的媒體 隨著網路崛起 不定時散播各種假消息 實在讓人相當苦鬧 這到底該怎麼辦呢 我會建議一般民眾 從四個角度去判斷一則新聞的真假 第一個是說 這個媒體是哪一家 那如果是沒聽過的媒體 我們就要存疑 那第二個是說 記者是誰 如果沒聽過的記者 我們可能要存疑 因為有可能是假名 那第三個它有沒有註明消息來源 然後第四個是說 合不合理 那除了這四個原則之外 我們其實也可以 藉由辨識假訊息的AI機器人 把它加入我們的LINE群組 也可以幫助我們去辨識假訊息 好 歡迎回到高等現場 那其今除了陽光沙灘美景 剛剛教授提到 我們要如何建立我們在地的口碑 理事長說我們要如何找出在地的特色 其實其今有很多很厲害的歷史人文小故事喔 那我們先看一段VCR 其今天聖宮準備好一串又一串的粽子 準備在今天發放給即將迎來會考的國三考生 鳳翔國中 小港國中 其今國中 校長老師們也紛紛到場 祈求考生們升學考試順利 心想事成包高中 因為這個禮拜就要會考了 那我們聽聞說其今這邊 那個總府元帥 是我們教育界的先進啊 那個教育界先進比較懂教育啊 比較了解學生的心聲嘛 我們的學生非常的努力 用功已經準備了三年了 希望他能夠多多加持 讓他們發揮平常的實力 甚至發揮更大的爆發力 身為考生家長難免很緊張啊這樣子 然後呢是很開心說天聖宮 有給大家這樣子一個很棒的機會 然後呢可以高中這樣子 這個這個粽子方面喔 我們很感謝高雄其今區公所的這些 副參隊的大姐們喔 不值心啊一個禮拜之內 就開始籌備這些東西 包括洗粽子啦 洗粽葉啦 然後堆積這些 總共是差不多50多個人的人 來幫我們完成這個 三千多克的粽子 其今天聖宮其實是在地考生 在考前都得來拜一拜的廟宇 因為這裡的中府元帥 其實原先是其今國小的老師 民國九十二年先是後 入主媽祖的虎邊神位 成為在地人津津樂道的故事 其今國小這邊都是比較 一些都是陶海的啦 做工的啦 家庭比較困難 他都會照顧一些學生 就在那個其今國小 他就設一個獎學金給他們 幫助一些弱勢團體 那個勉勵一些那個小學生 叫他們讀書 假如在這個社會有成就 也是一樣回歸給這個社會 中午元帥對 其今地區的小朋友不會陌生 全台灣省也只有罪尊 別人是拜文昌地區 我們這邊是中午元帥 所以很多考生 要考高普考考警察特考 考各種司法人員考試 都會來這邊祈求 一個上午車子來來回回 一箱又一箱的粽子 都是讓校方和長照機構 帶回去分享 會考前夕是逢端五家節 除了給考生 廟方也一併發送給 在地的長照機構民眾 和獨居長者 讓地方民眾好過節 好我們剛剛看到這個VCR 其實是今年這個 國中會考前夕的時候 我們天聖宮 特別發放了這個包子還有粽子 就是有包高粽的意涵 那理事長是不是我們的 天聖宮的中府元帥 他是奇經國小的老師對不對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故事 沒錯 那個天聖宮的中府元帥 中老師 其實是我國小的時候 曾經讓他教過 真的喔 有看過本人 中老師叫中永良 我曾經讓他教過書法 是 可是我的字寫得特別醜 沒有好好上課的原因 可能也因為我沒有 好好去拜他 所以成績也沒有特別好 可是他真的天聖宮 在我們在地來講 他對於我們整個國中 還有三間國小 貢獻很大 因為他都會補助一些 像我們一些情形國小 本身有一些經費 其實都天聖宮都有在贊助 包括一些獎學金的部分 或是有時候 像那個球隊運動要去比賽 或是經費不夠的時候 天聖宮都會蠻義務幫忙 這點真的對我們齊金幫助蠻大的 齊金其實是一個人文氣息很濃厚的地方 就是看起來好像是一個觀光場所 但其實比如說 我們還有像一些大成島聚落 大成人的聚落也在那邊對不對 還有一些可以跟我們分享的歷史小故事 有 大成島其實撤退來台灣主要有四個地方 然後齊金是人口數最多的 可是現在其實大成島在齊金當地也慢慢的 那些老大成居民也慢慢凋零 或是外移 其實大成的特色在我們 其實也慢慢在消失當中 可是其實齊金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是被大家忽略 是澎湖 澎湖很多文化 其實都是移植到我們齊金來 因為澎湖有很多本身有很多是 高雄有很多本身是從澎湖過來的居民 對 尤其其是大眾 所以其實我們小時候 包括我們的飲食 包括文化 其實跟現在澎湖 在地的文化都很相近 我們可以從哪邊看到這些足跡嗎 就比如說像是 吃的是比如說哪方面 吃的像有一些 我們小時候吃的有一些是記者 或是像有一些那個粥類的 不是像黑豬仔麥 那可能有一些觀眾比較沒聽過的 然後有一些金粿麥 或是一些烹飽料理的東西 其實現在我們很多在地親人 還是會繼續在吃這樣 確實 好像也在高雄市區的其他地方 也會看到金粿麥 像這樣子 那副作呢 有沒有對齊金特別印象深刻的小故事 我自己是對於齊金大概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他在地的這些美食跟小吃 你最喜歡的 可是我吃素 謝謝 大家大概都是拿一隻大魷魚 事實上我對齊金 除了大碗工賓之外 大碗工賓真的是比別的地方好吃 真的 然後另外就是他很獨特的番茄切盤 我不曉得主持人沒有去吃過 我不敢 現在番茄非常的貴 現在番茄非常貴 你去菜市場有時候還買不到 他就是那種牛番茄 然後齊金的這個番茄切盤的做法 就是把它切片 然後他用他們很獨特的這些醬汁 那就是用醬油膏 有些用醬油 然後再一些醬 這個好像在別的縣市比較少見 對 南部高雄這邊的地方比較多 所以我到齊金 雖然我吃素 可是我來 就只能吃番茄醬 在齊金的街上會去品嘗我可以去吃的這些美食 那真的會跟其他的景區不大一樣 雖然賣的東西大同小異 可是我覺得他們的風味 還有比方說我剛才說那個番茄切盤 它的做法確實是跟其他縣市不大一樣 就是如果遊客想要來一起 你可以注意一下 因為就是我們觀光局副作特別推薦 我們番茄切盤 那我再補充一下 我覺得我也介紹一下那個天后宮 三百多年的歷史 然後他就在他們的這個海產街上 然後大家 我看真的很多人 除了剛剛說的那家廟之外 我很多人他都會就地都到那邊去參拜 我覺得這家廟你真的是可以仔細去看 他最近在這個主委的任內 他也完成了一些整修 他把整個加強在一些修繕方面之外 他也在燈光方面做了很多的一個努力 然後所以整個廟進去的那種感覺又不大一樣 那他的神像大概都是跟這個廟一樣 都是三百多年的歷史 我覺得真的是可以發一些屍骨子有情 所以鼓勵大家也可以到天后宮去參拜 歷史的部分 歧經也是非常深厚的 那教授呢 你自己對於歧經有沒有什麼樣印象特別深刻 其實我們在許多階段外來客人 外來的一些遊客或是外來的一些學者專家的時候 我們經常前往渠經的時候 我們喜歡坐渡輪過去 因為我覺得渡輪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旅遊方式 我們去城的時候 我們就看了西子灣跟這個 西子灣跟這個歧經的話 曾起腳之士 請成高雄港的門戶 用這個方式來講 介紹高雄的話的歷史 那回城的時候的話 這個大家這個寶餐一頓以後來講 吹了海風 那回來的話是看了高雄市區的夜景 那開始來介紹高雄的發展 所以這一來一往之間來講的話 可以介紹得非常完整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2009年的高雄市雲的時候 我當時曾經帶了學生在當這個市雲的志工 那當時來講的話有許多外國人曾經想問這些志工說 哪地方可以好玩 學生介紹說可以去騎經玩 那這些外國人去回來的話都非常非常的滿意 因為他們沒有想到說在一個大都會地區 可以這麼輕易的話 就可以到一個海濱度假休閒遊戲區 可以去享受這些 那個這麼樣的好的一個陽光跟海景 所以這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他們給予極高的評價這樣子 評價非常高 而且在現場的話還上了新聞 因為這些歐洲人的話是非常的熱情 所以現場來講的話就 就把那邊當天體營了 那看來上的是社會新聞 是 那我旁邊就有那種衝動 是 非常的 非常享受那個陽光 請大家把衣服穿好 奇經是不能脫衣服的 好那今天我們聊了很多跟奇經相關的小故事 那不管是過去式然後現在進行式或未來式 我們奇經都是一個非常亮眼的地方 那也希望不管是台灣的我們本土的遊客也好 外國的遊客也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做支持奇經的觀光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公眾現場 我們下次再見 ác不信任何追蹤 我們下次見 再見 多謝 好 我們走 阿滋 是